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有关的统计数据显示,现如今失眠问题越来越严峻, 尤其是中老年人,上有老下有小,同时还面临着工作上的压力, 所以往往会有失眠的问题。 虽然失眠突然之间带给人体的影响不大, 但是长时间的失眠便会引起多个问题, 其中包括脱发、免疫力下降、精神状态变差等等。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用一个苹果来赶走失眠,心烦的问题。 这个方法也是向一位老中医讨教来的。 前段时间我总是失眠,心烦睡不着觉。 即使睡着了,夜里也总是隔两个小时醒一次, 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憔悴苍老。 自从学会了苹果这样吃,睡眠质量明显地改善了, 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。 首先我们把苹果用食盐搓洗一下。 搓洗好了之后再加入清水,把苹果清洗干净。 清洗干净的苹果把它一分为四。 接下来再把苹果盒去掉。 苹果盒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清晴酸,是不能吃的。 食用之后很容易出现中毒的症状,头晕,恶心等等。 苹果盒去好之后,再把苹果切成薄片。 俗话说,一天一苹果,医生远离我。 苹果它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、果胶等等。 常吃苹果可以预防多种疾病。 另外,苹果还可以生津直克,清热除烦,并且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,促进睡眠。 苹果切好之后,先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,我们再准备10克甘百合和10克的玉竹。 百合这种食材中含有大量的果胶和天然灵质。 这种物质对人类的胃肠黏膜有明显的保护作用, 而且它能补脾健胃,提高肠胃消化功能。 平时人们出现脾胃不和、胃炎以及胃痛和消化不良时, 都能多使用一些百合,能让症状尽快好转。 平时人们多吃一些百合,可以吸收丰富的植物蛋白和维生素, 还能吸收一些矿物质。 这些物质能加快人体代谢,缓解人体疲劳, 而且能增强人体的抗氧化能力, 并清除身体内积存的过氧化之质。 它能延缓人体衰老,也能增强人体素质。 百合这种食材中含有大量的碱性成分, 它能促进人体内乳酸和尿酸代谢。 乳酸数量减少以后,人体疲劳症状会减轻, 而尿酸数量减轻以后, 人体痛风的发生几率就会明显降低。 另外,百合中还含有大量的秋水仙剑。 这种物质既能消炎又能止痛, 它对人类因痛风引起的关节疼痛有明显的缓解作用。 而玉竹对人体有很大好处。 生活中经常使用玉竹可以起到延缓衰老, 提高心脏功能的作用。 此外,玉竹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 它可以用于治疗小变色痛、心脚痛、心悸、气短、胸闷等等, 都可以取得不错的治疗效果, 对许多疾病都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。 百合玉竹这两种食材, 对我们的身体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。 洗干净后,再加入清水, 把百合玉竹浸泡30分钟。 接下来再准备半根山药。 我们用筷子插到山药的另一头, 然后再用刮皮刀把山药的外皮刮掉。 这样手部碰不到山药, 就不会发痒过敏了。 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, 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 同样,常吃山药也有清新安神的作用。 山药去皮之后把它切成小块。 山药我们最好选择淮山药当中的铁棍山药。 这种山药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。 切好之后把山药也放入盘中备用。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。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再盖上盖子, 开大火煮上十分钟的时间。 现在我们再准备六颗桂圆, 六颗红枣。 加入一些面粉,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, 把食材抓洗一下。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, 可以吸附红枣桂圆表层的灰尘和杂质。 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, 桂圆直接剥壳就可以了, 为什么还要洗呢? 其实, 桂圆壳也是一味重要材。 桂圆壳的营养价值一点也不比桂圆肉要小。 抓洗好了之后, 再加入清水, 把桂圆红枣多清洗几遍。 清洗干净之后, 直接倒入碗中。 在食用桂圆的时候, 我们为了发挥桂圆最大的营养价值, 可以把桂圆掰开一个小口子。 像这样, 桂圆壳和桂圆肉都可以发挥它的作用。 桂圆壳和桂圆的果肉都有非常好的清新安适性。 桂圆的作用。 接下来再把红枣剪下。 红枣这样才能够把果肉的营养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。 俗话说, 日食三枣长生不老。 红枣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铁元素, 是非常具有营养的平民滋补品。 十分钟之后, 我们打开盖子。 这时候, 苹果、山药已经煮得差不多软烂了。 这时候就可以把红枣桂圆倒进去了。 倒进去吃后把它搅拌一下, 然后转小火。 盖上盖子, 再煮十分钟的时间。 这座视频不易,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,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。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,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十分钟之后, 打开盖子。 这时候红枣桂圆的营养价值也释放出来了。 我们再加入一勺红糖。 红糖也有非常好的温补作用, 把它搅拌一下, 继续煮上两分钟的时间。 两分钟之后, 这道超级好喝的苹果安神汤就做好了。 这道苹果安神汤它的最佳饮用时间是什么时候呢? 最好是在晚上睡前两个小时吃。 这道安神汤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喝的。 像一些容易上火热性体质的人, 就不适合喝这道安神汤。 这道安神汤甜甜的非常的好喝, 里面的食材要一起吃进去。 它不仅让我们安神住眠, 还可以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。 如果您经常失眠, 睡不好觉, 不妨试一下这个办法。 坚持上一个月的时间, 您的身体状况就会明显有改善。 最后提醒大家, 这个食疗方法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影,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